12月30日,南航深圳CZ0356航班于北京时间3点10分莫斯科起飞 中途一名外籍旅客被举报在客舱内公然吸烟 安保组处理过程中,该旅客在客舱中多次踢打前方座椅 还大声喧哗叫骂举报其吸烟的女性旅客 引起客舱内其他旅客的强烈不满 随后空警对其采取管束措施 但该旅客竟然还在后服务台肆意暴露下体并随地小便 北京时间10点46,航班在武汉落地后 该男子被送至当地警方 目前该万级男子被处以拘留5日的处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